哈喽 样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浩存 副导演去我们学校海选 然后把我们叫上 然后录自我介绍 我叫刘浩存 我叫刘浩存 你叫刘浩存 我一般都顺其自然 因为我当时在上学 没选上应该我就还是上学吧 我没接触导演之前 我觉得张艺莫导演 肯定是那种很严厉吧 然后很认真很勤奋 但是接触了之后我发现 导演确实很认真很勤奋 但是没有那么严厉 就是他对每一个演员 都比较包容 然后就是感觉很照顾演员 有 还有15分钟 我之前没有学过表演 导演找了表演老师 然后给我们上课做练习 然后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 就是挺难的我感觉 然后给我讲戏的时候 又非常耐心 所以我感觉我还挺幸运的 告别张九升的一场戏 就是最后一场 就是看着张九升被带走 就有一种真的被带走的一样 就是那种情感 让我有一点点难过 然后而且也是最后一场戏了 拍完就杀青了 然后确实当时的心情 有点白甘焦急的那种 所以一下子就辅助了我的表演 没有 但是导演和声乐老师 让我要保持自然的那种状态 就用自己最真实 最自然的那个方式去唱 唱出情感就好